健检开始前 慈激仁业会医师一一叮咛做最后冲刺 因为这一天是古镜石龙门环保点第一次举办健检活动 我们是觉得说包屋这个地区还算新 还有蛮多人就是蛮需要健康的资讯的 所以说这次来到包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凉血压彻体重 十位医护人员现场提供医疗咨询 石龙门环保点今年3月才刚设立 提供场地让环保制工作分类的是李永廷 健检这一天她也带着母亲一同前来 当初是讲有问我啦 这个地方问我的意见是说 做给你们来做这些用途 都没有问题啦 这个东西反正是做实际的 我也是有收一些报纸 因为对面她都是做实际的 我认识他们嘛 所以我拿过去给他们啦 环保志工守护大地健康 仁一会则为现场大约60位民众健康把关 大一新闻中国纲 沈泽荣 马来西亚 是拉越报道 黎马来西亚 几口